城市发生了一起碎尸案 受害者除了头部以外 其他部位都被切得是四分五裂 而这血腥的一幕 直接把新来的女警给看妥了 由于案件性质过于恶劣 警队不得不聘请刑侦高手老关作为顾问 以此加速对案件的进展调查 但其实老关才是原来的刑警队队长 可因为弟弟涉嫌杀人 他不得不避嫌离开了警队 而他这一走 原先的手下小周 现在直接成了负责的周队 别看官职是上升了 但整个警局上下 都还有一半人对老关敬重有加 嘴里依然是喊着官队 虽说地位身份还在 不过各自的立场可是完全不同 你看老关临走时 周队刻意将女警疏同安排在了他身边 表面上说是送的助手 可老关又哪里会看不出 这就是对他赤裸裸的监视 因为杀人犯弟弟始终潜逃在外 而与其最有联系的人 除了作为哥哥的老关外 也不可能再有其他人了 而有了女警的监视 说不定就能暗中挖出弟弟的线索 然而对于周队的安排 老关也并没有放在心上 所以才同意了一个好忽悠的女警在他身边 可这女警是好忽悠 另一个聪明人可是一点都不好骗 那就是警局里的法医亚男 亚男是弟弟小关的妻子 自从小关成了嫌疑犯后 两人就再也没联系过 即便是想帮忙也有力无处使 亚男想打听小关下落 只可惜老关嘴巴实在太严了 公律 他没有相信吗 没有 我必须尽快见到他 我有特别重要的事告诉他 没等两人说完 书童又突然传来了个新消息 在一处公园附近 竟然又发现了两只左手 也就是说 这一下就多出了两位被害者 由于事态影响重大 警方不得不在晚上召开紧急会议 但别人都不知道的是 哥哥患有恐黑症 在晚上根本都无法出门 不过换一句话说 他和弟弟小关的计划 却在这一刻悄然开始了 为了帮弟弟洗脱冤情 两人做了个疯狂且大胆的决定 那就是趁着天黑前互换身份 弟弟继续以哥哥的面貌 在警局打听线索 但是在换身份之前 首先要把这个眼线给打发走 去前面看一下有没有健康事件 好 就这样 一个小白就这么被老狐狸给置开了 等回到家后 两人迅速互换衣服饰品 一个新哥哥就诞生了 喂 我是光红峰 小关按照哥哥的指示 一路找到了警局会议室所在 而女警书童果然是什么也没发现 光老师 你终于到了 大家都在等你呢 不过另一人可就不一样了 就在进入会议室前 只是一个短暂的眼神交流 亚男瞬间就体会出了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但想想也是 谁能感受不出自己老公的味道呢 只可惜小关任务在身 即便心急如焚也不敢和亚男相认 等到了会议室后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小关模仿着哥哥语气 将今天所有搜集到的线索都汇报了一点 根据现场的脚印判断 凶手应该是男性 鞋码尺寸是41号 至少是在1米7左右 同样的道理 鞋印显示左侧脚重心更深 再加上受害者的伤口划痕印证 凶手应该就是个左撇子 至于抛尸的地点是在公园里面 也就是说汽车肯定进不去 能进去的只有电动车 好在有了哥哥的提前补课 小关对案情分析也是对答如流 不过好学的疏童却差点害了他 就算是凶手骑着电动车出入 可他拎着 或者是拿着那么多包东西 那不也挺扎眼的吗 完了 这个问题哥哥可没说过 多少也有些超纲超线了呀 好在两人也商量过这点 如果他们问出你回答不了的问题 哎呀 行了哥 我肯定会随经人 而且绝对不会是找借口上厕所那一类的笨招 要不大家先休息一下 我上个洗手间 第一次危机算是逃过去了 可老花又说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失误 还没等他想到应对办法 警局又再次接到了报案 说在一处老巷子里发现了其他事块 而从没见过尸体的弟弟 这次恐怕很难熬过去了 得到 优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